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过 母亲的胳膊是慈爱构成的 孩子睡在母亲的胳膊里 怎么能够不相甜呢 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体会到母亲的甜味 妈妈的故事在其中包含了酸甜苦辣的漫漫岁月 总之 我们爱妈妈 也感恩妈妈 首先 我们来邀请我们的社长 周王健山女士来为我们致辞 并分享所有贵宾们对我们的祝贺 今天是母爱的日子 也是科技的时代 使我们可以在云端相聚 嘉音社为母亲节举办的慈母手中献活动 已经是三十二届了 记得当初第一年举办的时候 我的女儿还是小学生 现在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都已经四十岁了 时间过得真快 过去两三年 疫情 使得天下的母亲 特别的劳累 特别的操心 善养母爱 温暖世界 是我们的主题 今年我们要呈现的是 妈妈的故事 希望我们可以 纪念妈妈的爱 和她的辛劳的岁月 谢谢云端的朋友们 我们也特别谢谢世界日报的协伴 和大力的协助 以及中华航空 林大卫保险 范语集团 等等 许多好朋友的爱心的支持 使得今年的慈母手中线 非常的温暖 特别的丰富 谢谢各位 亲爱的佳音社社长 活力满满的工作团队 各位贵宾 大家好 我是世界日报 洛杉矶社社长于芷晴 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 佳音社2023年五金节庆祝活动 一起向伟大的妈妈们 至上最高的敬意与谢意 每年一到母亲节 很多人都会想到唐代诗人 孟娇的游子银 慈母 手中线 游子身上银 这两句词多么贴切的传达了母亲 对即将远行子女的默默付出 与关爱 母亲不只是个人的家庭的守护者 她也是社会的守护者 因此母亲节不仅是为人子女者 表达孝心感怀母恩的日子 她更是要呈现母亲这个角色 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特殊重要意义 因此也要特别感谢佳音社 持续不间断的举办母亲节 请募助活动已经三十多年 这是对社区服务的长期承诺与投入 非常感谢佳音社 在此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合家健康平安 谢谢大家 她曾经是年轻貌美的空中小姐 有着非常听雅的憧憬 也有非梦人生的浪漫 在落地成家后 母爱是她这一生最大的能量 我们一起来欣赏妈妈的故事 惠妃的妈妈 惠妃的妈妈张静 是飞翔在蓝天白云间的空中小姐 她热爱自由 音乐与创意性的生活 像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仙子 飞舞在自我的梦想中 一九七九年感恩节之前 我从台北飞到芝加哥 就算是正式移民到了芝加哥 其实那时候 我在华航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在做空服员 然后公司已经批准了我 以美国类卡的身份 继续在公司里面继续工作 那时候在华航 我也有很多好的同事 飞来飞去很高兴的 而且那个时候 已经开始要接受头等训 意思就是说 也在往职业上面的 工作上面有晋升了 但是因为我父亲十二刀金牌 说希望我们全家人 能够在圣诞节和感恩节的时候 在芝加哥全部团聚 所以呢 就服从了父亲的意思 就到了芝加哥 到了芝加哥以后呢 那地方实在真的很冷很冷 尤其感恩节 我到了大概一个礼拜以后呢 就开始下雪 台湾去的孩子嘛 觉得在那个地方好新鲜哦 下雪 第二天开始就知道 这个下雪的厉害了 非常非常的冷 然后我们带去的衣服都不够 那就在那个时候呢 我认识了 我读照系就是我先生 我当初认识Maria的时候啊 是在1980年代 那个时候呢 我在芝加哥是西北大学 中国同学会的会长 我当初认识Maria的时候呢 他来参加我们同学会的活动 我就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他特别会照顾我所有同学会的同学们 十几个人坐一桌的时候 他就是make sure每一个人呢 都能够有吃到好吃的食物 我觉得这个人 那么这么关心大家 我就对他就就产生了一定要努力的追求 这样子的一个心 他呢 在美国已经待了一段时间 那么他是一个很个性很随和的一个人 然后呢 也彬彬有礼 虽然头有一点突了 但是呢 还是相当的文文儒雅的一个人 那个在西北大学博士班毕业了 那个时候在美国找不到事 他就很鼓励我 他说 西哥没关系 不是沙烏地阿拉伯有个地方 有个大学希望你去吗 我们就去不要害怕 他就这样子鼓励我 跟他交往了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们就结婚了 到了三个月的时候 我就开始发现怎么搞得我的胃有毛病 每天很恶心很想吐 因为不知道原来这是害喜 所以那时候呢 就怀孕了 所以怀孕以后呢 那我跟朱博士两个人 我们两个呢 当然很高兴嘛 但是呢 也发愁 因为我们算是穷学生 我父母亲虽然是移民到芝加哥 但是我们也只是一个小康的家庭 所以呢 发愁这个生产的医药费啊 还有等等的 但是呢 感谢神真的 我们在那个时候 虽然惶惶然 但是呢 因为我们彼此的感情很好 然后我们也对彼此互相信任 所以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呢 我们申请到了医疗保险 然后呢 我们就以这个低收入的留学生的身份 在1982年的1月 生下了光光 就是我的儿子 Ernest 因为工作的缘故 先搬到沙古地阿拉伯 在那里 住了三年半将近四年的时间 所以呢 儿子呢 等于是从小八个月的时候 一直到差不多四岁 回到美国来 他都是在沙古地阿拉伯 那时候我先生在那边的油矿大学教书 就住在教职员的宿舍 那那边很多有从世界各地来的 都是专业人员啦 教授啦等等的 我们在那边有一个蛮好的一个生活 他对于他周围所认识的朋友们 都很宽容 可是我觉得他对对于孩子呢 要求特别严格 常常好几次那个Ernest 弹钢琴 不想练了 可是妈妈就逼他 让他一定要好好的练 所以那个时候 儿子钢琴弹弹得很好 甚至USC的钢琴学院呢 都愿意接受他做 让他来学习钢琴演奏 做他的专业 可是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们 逼他逼得太严厉了 他说我不愿意做个天天练琴的 这样子的音乐家 那我这个人呢 可能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属于那种虎妈型的 对儿子的要求很高 那我这一生当中呢 没有对他有什么特别 特别高的要求 比如说学业啊等等的 我总觉得 能够好好的读书写功课 考试成绩都很好就可以了 也没有说要他 要有什么样特别的 了不起的成就 马里亚那个时候在念补习班 儿子五岁的时候 在念补习班 要学习怎么样拿那个做那个房地产的 那个license的执照 我呢跟儿子呢开车开到补习班门口 等等妈妈下班等妈妈下课 我呢就不规矩 就停了一个不准停车的 违规停车的地方 儿子坐在旁边才五岁 他就跟我讲 爹地 我想你大概没有看到这个 no parking的这个sign 他就是这样子讲 而不是说责备我说 你怎么可以做一些不规矩的事情 儿子就是这样子 但是唯独一件事情 现在回想起来呢 是神的手在带领 我呢就是对他这个 音乐上面的钢琴的学习呢 有一个虎妈的姿态 他九岁十岁的时候 那个是最困难的时候 天天跟我说不要学琴了 不要学琴了 然后我就觉得 后来我有天把它做定 放在钢琴前面 我跟他说 你到你十八岁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停止学钢琴的 他就这样抬头看了我 我想我妈妈的教育方式 应该是说尽心尽力 从我小时候一直都是 他能做到的他就会去做 我去读大学的时候 是去读法律 但是我爸妈应该是想要我去读 做医生吧 我想华人的多半都是想要去 想要他们的儿女去读医 那毕业了的时候 那毕业的时候就想说应该去做什么 因为是华医嘛 华人 所以我们总是很难逃脱这个 光中药组啊 或者是 以 经济价值 金钱的回报 为价值取向的这一种概念 但是呢 我也是在这个一路当中呢 慢慢的这样子走过来 觉得说 孩子 有他自己的想要走的路 我终于知道 这个呼召就是上帝在卷选我去服侍他 所以后来就去读神学院 然后在教会服侍 做牧师 让许多人来认识耶稣 认识上帝的爱 我的儿子跟我说 他要做传道人的时候 我心里头很高兴 因为传道人是一个 是有神的呼召才会去做的 让我觉得说 他的生命有了一个目标 而且有一个怎么讲说 有一个让他立定 可以立足立身的一个 一个神对他 给他安排的道路 所以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目者 因为我觉得他天生里面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他喜欢帮助人 他喜欢做和平之子 喜欢让人都高兴 这种心 我觉得是上帝给他的 不是说我们父母亲 怎么教育出来的 我个人是这样子看 我觉得我很感恩 上帝在我们中间 放了一个这样子的儿子 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神一早就在他心里 就已经撒了这个种子 把他把他安排的这条路 那时候我才想到说 哇原来这个 让他好好的学 钢琴这件事情 神早有计划了 一个目者会自己 会乐器懂得音乐的话 是一个很很 是一个大大的加分 让他在做目者啊 带那个年轻人的时候呢 他可以有一个很 带的很活 然后很让那些年轻人能够喜欢 会飞的妈妈终于落地在一个美满的家里 先生是理工博士 两人志趣相投 生活的理念一致 儿子被呼召成为牧师 全家人对音乐更是爱好 他更用心温暖了许多社团和青少年 把音乐的音符化成爱教导他们 以他的信仰帮助教会和唱团 诗般赞美上帝的伟大 回家做回应母亲的角色 每位家人 妈正在做我最爱吃的红烧肉 我爱你 嗯 您的商业和劳工保险及商业不动产有多久没比价了 HOA旅馆或商业建筑保费是否居高不下 您大为保险直接代理全美多家A级商业保险公司 没有中间商直接一家 为不同类型的客户争取大折扣 让您的商业投资降低成本 在出任何事故时 有能力为您据理力争 争取到最大赔偿 800-778-8588 你买东西能够在一家店都早期 何必要花时间找这么多家呢 唯有in-house一站式的整合 才会省去不同公司间沟通的障碍 我们希望为我们的客户 打造一站式财富管理服务 保险要投资 从地产到贷款 还有我们的税务服务 为我们的客户做整体的财务规划 让范语一站式的服务 为你量身打造专属你的财务规划 有人说母亲犹如春天的风 她轻轻地飘过这片大地 在这片绿色的大地中 有白色可爱的蒲公英 她的花絮在蓝天中飞舞 在遥远的东方飘来两粒蒲公英的小花 我们一起来欣赏 妈妈的故事蒲公英的妈妈 蒲公英是白色的小花 轻盈柔美 随风而舞 屈美林和崔南两位年轻少女 就像两粒蒲公英的种子 飘扬过海来到美国 我来美国已经十年多了 我最开始是一个游学的女孩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结婚 还没有孩子 怀揣着一个对音乐剧的梦想 来了纽约在2012年底 那在这之前呢 我在北京 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当时学的也是音乐剧专业 从事了十年的音乐剧表演 和音乐剧教学的工作 那在2010年 我进入了东方松雷音乐剧团 认识了很多来自百老汇的编舞和导演 那也从那个时候 在心里头就种下了一个种子 是不是可以去百老汇去看一看 去百老汇发展一下 那经过两年在团里的 磨练 还有和这些导演的切磋 那在2011年的年底 我第一次来到了Steps on Broadway 就是纽约的一个很著名的舞蹈学校 在那里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训练 我觉得那一周的训练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收获 就感觉以前小的时候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演员和老师和学到的东西 亲自的跟他们有了一个in person的学习 所以那一个星期之后我回到中国以后 我就开始想 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长期的来纽约的学习和训练 那也就在2012年底我和我的一个特别好的闺蜜 那个时候的契机就是他考上了Queens College 学习Jazz Vocal 那我就和他一起 一起来到了纽约 他学他的Jazz Vocal 我学我的Musical 那是一个特别 我觉得是我人生都特别难以忘怀的半年的生活 每天上午就是去学英文 下午就是在Steps on Broadway和Broadway Dance Center 也是一个在纽约非常有名的舞蹈学校 在两个舞蹈学县 两个舞蹈学校之间走来走去去学习 所以上午学英文下午学舞蹈 然后晚上就去看戏 看Broadway Show 在纽约这个半年的生活 是我到目前为止都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财富 但是在那半年之后呢 我除了在对我的事业上的一些追求之外 对我的生活我想也有一些改变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和我现在的先生 我们决定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决定结婚 我们就走进了这个婚姻的生活 那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从纽约又回到了加州 又到了加州 开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加州的生活 大家好我是崔南 我是来自于天津 中国天津 那我是06年来到的美国 那之间已经17年了 当初来美国是因为父母先到了这边 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恩典吧 让我能够在美国能够学习我所热爱的兴趣 那我从小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唱歌 非常喜欢音乐 那自己也学了几门乐器 那在美国的时候 有机会能够得以施展 并且遇到了很好的老师 能够指导我教导我 在美国求学的经验呢 主要是感觉和国内的一些死定位的东西不太一样 在这边是把所有的一些文化上面 历史方面艺术方面都结合在一起去能够了解一个知识 尤其是在学习音乐的这个方面 不仅是需要你理解这个明白这个歌 并且还能够理解这个歌的背景故事 以及作曲家的生平历史 所以感觉在美国求学的整个的经历 是把一些热爱的文化历史 这音乐的这个知识全部在一起学习 所以那几年的学习的生涯非常的充实 也非常的宝贵 我所遇到的老师们都是可以 都是非常专业 并且能够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在各个领域上面都有都能够帮助到我 所以非常的感恩能够在美国能够学习到音乐 2017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从那个时候起 我的人生又有了新的变化 我成为了一个妈妈 我成为了一个妈妈 作为一个妈妈和一个女孩 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有了更多的责任感 一个小小的生命在我的手上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看着她的成长 感觉我和她一样 又再次重生 重新再成长了一次一样 那也是我在当了妈妈之后呢 我又更加的体会到了我的妈妈的不容易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妈妈就是我的一个role model 我非常非常崇拜我的妈妈 在很多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或者再大一点的时候 大家都会问我 你的偶像是谁呀 或者你的role model是谁 那我会毫无犹豫地说 是我的妈妈 因为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女性 非常的坚强 非常的tough 她除了有自己的工作之外 她还要带着我 在我很小的时候 带着我到外面去学舞蹈啊 学钢琴啊 学声乐啊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个时候还不是说 每一个人家里都会有车 我们都是 我的妈妈这手拿着电子琴 这手拽着我 后面还背着书包 我们还挤着公交车 去到处去求学 到处去学 让我来学本领 所以光是这一点 我就觉得我的妈妈特别的不容易 那还有就是呢 我的妈妈是一个老三界 是一个知青 那她其实她把她的最重要的这个青春 给了她当时的一个需要 但是等到她三十岁以后 回到北京以后呢 她依然不放弃自己的追求 她重新学习英语 学习各种的本领 然后那她练就的一口英语 比我还要流利 那以至于她四十岁的时候 她迈出国门去英国工作 两年半之后又回到中国 回到北京 所以我就觉得 我的妈妈对于我来讲 是偶像 我希望我的人生 我当了妈妈之后 也要像我的妈妈一样 很坚强很tough 在抚养孩子的这个过程中 还不忘自己去提升 让我的孩子看到 我的妈妈是多么的努力 给她也做一个role model 那在美国另外的一个大的收获呢 就是我的妈妈带我去了 这边的教会 那在教会期间呢 就不仅仅是在了解了 这边美国的当地的文化信仰 并且也明白这个信仰 所给这个国家 或者是说给这边的人民 所带来的这些影响 终于明白了就是说良善 或者是说有信心 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那也在教会的同时期间呢 也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 我们是在教会这边认识的 那她呢 在这边也是求学 她是读电影导演的工作 那我们也是通过一些拍摄片子 和一些教会的一些朋友 当时也是在教会一个乐队里面 一起服侍这样认识的 所以都是在这个美丽的国家 这个美好的信仰下面 开始的我们美国的家庭生活 所以呢 我在有了孩子之后 除了带着她一起上课 感受她的成长之外 我也自学了很多的小小的本领 比如说视频剪辑啊 比如说怎么做一个活动的制作啊 类似这样的 就是不断的丰富自己 除了是一个妈妈 还是一个老师 还是一个剪辑师 还是一个制片人 还是一个导演 就是很多角色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觉得是可以让我的这个 整个的女人的形象更丰满更立体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妈妈 或者一个女人 或者一个家庭妇女 那家庭主妇 那所以我觉得 我诸多的这些想法和我的一些行动 都是因为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 我看着她的这些行动 我的成长的环境 是受我的妈妈的影响之所以 我现在可以非常的 待我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再辛苦我也不会觉得累 我也会享受 非常乐在其中 会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美 进入家庭生活不久之后 我和先生迎来了我们生命中的 小天使Aria 还记得第一次在医院检查 听到她心跳的声音 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欣喜 也非常的茫然 因为不知道如何去 怎样去孕育这个 到达我们世界的这个小生命 看了很多的书 听了很多的讲义 但是当这个孩子真正出生的时候 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 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们每一天的陪伴 有的时候给我们父母带出来 很多的这个未知的一些题目 不知道怎么样去养育这个孩子 但是我们依靠着上帝的恩典 还有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心 我们知道这是他赐给我们生命当中的 非常宝贵的礼物 那从一开始的我们想 规划的去来养育他 到现在我们是为他提供丰富的土壤和资源 去让他自由的去生长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 我们是从硬式教育 或者说是一个每一个孩子的这个 教育差不多的一个资源的体系下面成长 起来 因为我知道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 并且希望你追逐你的理想的梦想的一个国家 所以在教育他方面我们不希望给他有任何的限制 无论是在性格上面还是在兴趣爱好方面 我们希望他能够把上帝赐给他的天赋完全的发挥出来 那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他提供好的资源 能够看到他慢慢一天一天的在上帝的爱中成长 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向他学习 他教会了我们怎么去有耐心 教会了我们怎么去平静的去处理情绪 那在孩子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相信也是上帝让我们学习认识自己的过程 所以很感恩有这个孩子的到来 美林和南南在异国的他乡 由相识到相知成了闺蜜 他们的一双儿女也成了好朋友 两个年轻的妈妈在一起探讨着如何教育儿女 并分享教育女孩和男孩的不同点 互相交换心得和经验讨论 如何让孩子们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中学习 写取优点并融合差异点 第三十二届慈母手中线抽奖办法 请传手机简讯至8183576015 留下您的姓名 邮箱和地址就可完成报名 抽奖礼品非常丰富 有华航机票 现金里卡 太子行礼物栏 太阳眼镜 按摩椅 珠宝项链等等 请立即报名 祝您中奖 进行